上午继续市政总执行 第一位由郑光峰议员执行 时间45分钟 谢谢 谢谢副议长 市长 所有市府的团队 那今天做几个议题的市政总咨询 我想520之后 我觉得在我们的梦可以大一点 那希望可以具体一点 因为我觉得在中央跟地方完全执政 我想小英总统也讲到谦卑的问题 怎么样的谦卑在怎样的去过去 不管是执政的包袱怎样 我们的续航跟未来的政策 我相信人们一直在期待 那虽然我们的预算只有这么多 那我觉得如果有一些在财务上的规划 虽然时间一样这样的进行 可是进行的方式不一样 我觉得我们的建设的发挥 应该可以极大化 可以极大化 那几个议题 包括我想自行车的建制 还有我们希望成立一个防疫基金 还有殡葬基金 以及我们现在监视器的问题 那甚至我们今天也讨论到校园 毒品的防治长期造物 还有游艇专区 这几个议题 虽然议题非常的多 不过我也简要的来跟具体跟市长 所有事务团队来做一些建议 我想是我们的自行车的车道 是所有台湾里面建制非常让人肯定 那我在这里非常肯定公务局 在这几年来的努力 那那天我参加我们的 我们的小组会议里面 我觉得很感佩是 我们的经贿有限之下 可以建制到八百公里 那包括很多国际的媒体也好 还有我们说台湾民众常在这里 坐这边休闲观光 不过我在这里也跟市长 比较具体建议 像大概要编一百 像一百零四年 一百零五年 一百零六年 甚至这三年当中 我跟市长建议 具体建议是说 虽然钱不是很多 但是我觉得一次到位 我们把所有的自行车道的 把它的跟所有其他县市的门槛拉高 我们把它不管是长度 还有精致的程度 我觉得 如果没有花多少钱之下 我们希望把这些 把我们高雄市的长度 还有精致度 结合地方的观光之下 我觉得有必要 去做这样的一个规划 那让所有的 全台湾的民众也好 或者我们国外的一些观光客来讲 只要想到要来这边骑脚道车 一定会来高雄 你不就一块把它用好 那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机制 跟这样的一个建设的一个规划 我们觉得可以一次把它到位 这是我一个建议 那 再来我会讲到 就是有关于防疫基金 跟殡葬基金的问题 防疫基金在 我想我们去年也深受登革日之苦 那比较具体的例子 就是像我们的防疫的人员 其实在大概都有 二月到七月之间的空窗期 那甚至像我们最近的汉哈病毒 在光华夜市的汉哈病毒 其实这些的 的发生事件 最重要还是在经费上 一直没有办法 经费上很激动的去运用 那我们不是说 我们今天不知道 发生什么事情 其实是很难去掌控 所以我一直觉得说 在一个防疫基金 这样子做一个成立之后 它是可以很激动性的 甚至在我们未来就知道说 明年都可能有登革日 这样的延续性的一个预防 那它才有办法去自主性 来做一个防备 甚至把整个这样的一个政策 我们虽然宣示的这么好 中央还成立一个中央的 我们地方 不管是台南或高雄的 这样的防疫单位 或者研究中心 都不足以说 我们希望成立这个防疫基金 是我觉得最燃美之急 把它做好 那第二个当然 先以殡葬基金来讲的话 我觉得殡葬基金也很需要 那我想它不管它是在人力上 它其实是比较机动性 需要不同专业的人力 那很多的殡葬 我们现有的市府的殡葬的地方 其实都比较老旧 你要怎么样去机动 做一些维修还有人力 其实都没有办法用现有的预算 来做这样的调控 所以在这里 我用简要的这样的一个概念 机动性延续性跟自主性 来建立市府 我们觉得应该来思考 这两个基金的成立 那我们在想说 到底这些基金 的钱要回到来 那包括是罚款也好 公务预算也好 烟害基金也好 甚至我们再来的环境管理 自治条例 这些受罕的人 你要做贷金 或者你要被罚款也好 甚至我们其实像我们登革的 都用到灾难准备金 甚至有其他的思考 我觉得基金来源 我们可以这样来做一些思考 我觉得这两个基金 我们是有必要来做这样的一个建立 然后来做一个比较自主性 而且比较周延性的这样的一个防治 再来一个议题是监视器 我想监视器 其实我去年度委刚开始的时候 现在我把它定位叫闲置器 那为什么是这样 我觉得 我想局长是历任以来 我觉得最强的局长 局长我很肯定你 我也肯定你真的能力很强 而且是历任来 我觉得做了最好的局长 那最后一里路 我也要达到满分 我觉得监视器把它做好 你就是满分了 目前的监视器 这两年大概花了五千万 一百零四年一百零五年大概花了五千万 这五千万最后的结论是妥善力 平均还是到六成左右而已 六成 这六成里面告诉我们 当然局长我们有很多的原因 但是我觉得大方向 我还是具体建议局长 我们不管是用募款也好 或者在政策上也好 我们还是会很具体的建议 全部用改为租任的 现有的 我会具体建议 现有的如果它是正常运作的 你可以把它整个移转到租任公司那边 也没关系 怎么去谈条件而已 故障的 我们一样可以跟它谈条件 我觉得如果是租任公司 这种维护的公司来做这样的一个维修 我们是按照妥善率来跟它算钱的话 我们也不用那么麻烦来常常 来为了跟大家远景 或者派出所来看这个 到底要每次要掉这个监视器 我跟局长讲两个故事 在三年前 好多的民众来告诉我要调监视器是 他们觉得很不方便 可能他不知道这样的行政程序 三年之后 是民众来跟我讲说调不到 我怎么样去可以帮忙他调得到 或者民间的 请警察跟其他的民间单位 可以调得到监视器 这个已经好几次 所以监视器的问题刻不容缓 我觉得是刻不容缓 所以我觉得在这花这五千万 一百零四年 一百零五年花这五千万 我觉得这政策上我们需要一点修正 所以局长我们希望说 你不管是要做行政区的管理也好 或者要说建立评比也好 把他全面做一个租认之后 我觉得更容易把大方向搞定 我觉得局长你非常非常的把高雄市的治安 像你这是全六都之首 我觉得非常肯定 但是我觉得如果把这样的一个监视器 办案最基本的工具 如果把它做好 我相信高雄的治安一定会更好 那你一定得到满分 我在这里再公开的肯定 所以我觉得在这样的政策之下 有必要把这样的一个制度弄好 我觉得那个是在会计制度也好 你要去做一个克服 这是我的一个具体的建议 那接着我讲到就是有关于 校园的防治的问题 在这个议题之前 其实我常常有接到很多地方民众的 跟我这样的说 其实很多学校学生 他们在拉K 当然我没有看到 不过既然很多人在这几年当中 陆陆续续有跟这样提到 所以我今天要讲的这样的一个议题 少子化之后 少子化之后 我发觉很多的学校 因为学校跟警察 如果学校不通报 我想警察局也没有办法追踪到 学生到底有没有吸毒 特别是少子化之后 学生啊 学生啊 师徒 其实很怕说校域蒙羞 不敢通报警察局 这个通报警察局说 某某学校 叉叉学校 哎 他们都要去速冬 咱俩都去速冬 咱俩恐慌找不到学生 所以这一点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灶门 而且很多的私立学校 我想教育局长这边 我在这里也把这个问题少子化之后 招生不意之下 很多学校闭门起来 他觉得他用他自己的管道 他觉得能够把这一块做好 但是在我们的实际上在我们的例子里面 我们其实是每一年每一年吸毒的人口 学生的人数的吸毒人口是越来越增加 越来越增加 所以我们把不管是要胡岛也好 或者说送到少年法庭也好 其实这几年当中 这只是一个冰山一角 我觉得这个数据 警察局给我的也好 教育局的给我的也好 其实都是只是冰山一角 那虽然七毒的分级 像18岁以下 他对三级四级的毒品 他是要受罚的 那不过我觉得在这个管控方面 不管他的来源也好 我觉得学校有必要 不管是跟卫生局也好 不管是跟警察局的联系也好 我希望能够更具体一点 所以我们的卫生局应该有个叫春辉专案 就学生如果他是拉K吸毒的话 我想中央也有补助一个人好像是两万四 多少钱一定的定额让他去做胡岛去改善 那警察局这里给我的像少年队同意 少年队来处理我们少年吸毒的问题 其实在方面不管是在预防 还有去作为方面 我想请教一下教育局长 这个我们先来探讨 私校 私校目前 因为其实我可以私下跟你讲两个学校 就是那我们的少年队长 也私下告诉我 现在哪级私校 几乎大概全面 我想在这里好让这个咨询 私校应该是全面都被 都会有吸毒 那大专院校 他只有告诉我说 只有三间没有 没有这样的一个记录而已 其他大专院校也有 所以在这个学校系统里面 我想那个在 我觉得有没有必要 像校长这边 可能要跟所有的学校 中小学还有高职 特别是高职 高中里面 是不是有比较具体的做法 是不是局长可以来跟我们 回答一下 谢谢主席 谢谢郑议员 郑议员提到这个毒品的防治的问题 其实是一个我们社会的重大的问题 所以在市政府 除了市长副市长以外 几个局处共同合作 刚刚提到私立学校 是不是有些没有办法做到这么严密 我想我们会跟私立学校再来开会 因为现在来讲 有大专院校 也有私立学校 还有国立的高中职 其实不在高雄市现在可以触及的范围 可是这个整个防范的网路 是要把大家都集合起来的 其实在我比较要求局长这里 就是说 如果是拉K管制的人口 全面跟春辉专案应该要送到 跟卫生局来做一个配合 那我所了解应该 所有的个案应该不是每一个都有跟 比如说卫生局这里的 所谓的毒品防治中心来做一个 不管是辅导也好 借护也好 或整个去把他以后比较吸毒的教育也好 我觉得在这方面我想局长这边 是不是这个要再严谨一点 我想这样的一个防止 甚至我觉得跟警察局怎么样让警力 因为我们警力是不介入校园 那所以在法规上是除了学校有必要之外 这邀请或者他的要求 他们才会介入 所以这方面可能在湖岛 不管是在湖岛的学校里面 我想局长先多担当一点 好谢谢请坐 谢谢 所以我们希望说在 不管是在多元的专业里面 我们希望警察局还有卫生局 能够在这方面能够 最具体的我也希望说 是不是在拉K 他们如果要拉K 重点就要有钱 也要有管道买到 所以我觉得这个管道 我们也希望警察局能够跟教育局里面 能够具体的合作 把这个源头把它找出来 局长是不是可以把这样的一个概念 是不是可以回答一下 来局长请答应 原头这里 谢谢主席 谢谢睁眼关心校园毒品的问题 那这一部分 刚才那个范局长也提过 市政府的团队 对这个毒品 尤其是校园的 共同的一个防治力量是很坚强的 那第一点 我们有那个先行 行政先行的部分 行政先行 就是说我们不希望这个校园 这个毒品已经吸食了 继续扩散 所以把它拉出来 断解这个环境 然后加以护导治疗 不要再吸毒 那另外向上追缘的部分 就是所谓刚才一言提到 那个村废专案 就是说不要让这个毒品要有侵入 吸毒了 我们把它戒制 然后不要再侵入 所以村废专案的部分 我们跟教育局有合作 局长我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到底源头去抓 好不好抓 小孩子过去都不太愿意讲 那现在教育局 还有老师 还有教官 现在我们共同以关怀的 不要给他贴标签的 我们只是希望就是说你能提供出 这个是谁来提供这个毒品 对 讲出来 我两个社会人士 我们不会以承划 来来侵办这个小孩子 以关怀 辅导 然后希望这个校园 不要再有毒品的入侵 这一步我们已经有成绩了 我觉得这个源头的管理 也非常重要 留待警方跟教育局来合作 我们现在配合非常好 谢谢 你们的那个少年队 队长也非常的优秀 谢谢 第二个就是讲到我们的长期照顾 那长期照顾 我想市长也好 还有很多包括很多的各局处 因应明年的长期照顾的政策 那明年就要上路了 那我想不管五岁以上的失能者 都是他的福音 那中央也把它弄成一个长照局 那也成立了长期照顾的基金 还有指定他的税收来做他的裁员 那现况的话 中央也希望能够把照源做一个分级 甚至把相关的科系 这些人才 还有我们嫁来我们台湾的外配 能够把这样的人力 来做这样的一个规划 那在这里我比较要强调的就是说 长期照顾其实现在 我想还没有把它 新的一个组织的变革 像兵役局 不是兵役局做的不好 是孩子们去做兵 越来越少 其实在一百零五年大概 服务大概万五岁 那明年大概稍微万五岁 那当然它是一个局 可是我们长照中心 在明年上路之后大概都超过快要将近七万人 所以在这组织变革方面 我想也要跟市长来做具体的建议 怎么样在这个组织的变革里面 是要整合一个单位呢 让它有一个固定的窗口 那这个固定的窗口 其实还有地方的卫生所 还有那个我们的我们的卫生所 还有我们的那个区工所 这两个人力方面 其实都要做一个调整 那所以我们也比较强调说 不管是别的县市 在因应所有服务的人口 这么将近七万里面 我想明年的组织变革里面 我们希望现有的长照中心 我记得我上次的的咨询里面 有特别讲到长期照付出的这个概念 我们希望能够一个单位窗口 来服务这些人 那当然区工所还有卫生所里面 当然这人力也做一些调整 特别是我们现有的 如果是五岁以上 五岁以上的 大概明年都要差不多十六亿的经费 我不知道中央跟地方 安马区补助 我觉得这个裁员 我们也希望能够能够到位 那当然我们是不是 我讲那么多基金 我讲了一个基金 好像我们应该也成立一个长照基金一样 我觉得那个都是有 一定要为了一个政策的延续性 自主性 那个是一个需要机动性 所以是不是还跟中央一样 我们地方也成立一个长照基金一样 然后在裁员的比例方面 我觉得在行政会议里面 这是一个好像也是一个前窟一样 我觉得长照这个裁员虽然现况 我们的行政院有规划大概四百亿 那我觉得预估还是相当的不够 我觉得还是会不够 所以在这裁员的补助方面 我们也希望能够去争取更多中央的补助 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经费的一个负担 那另外一个刚好昨天 小英总统也讲到长照的人力 年轻化的问题 那我其实非常关心这一块 高雄市的所有的照护员 现在所谓的照护员大概一万两千人 其实大概在职业的大概只有两成五 也就是大概两千五两千六这样的一个人口 不到三千人 有这样的执照 有这么多一万两千人的执照 可是在职业方面其实就只有这样的人 那为什么 因为他的职业环境 还有他的薪资的水平 其实是非常的不受肯定 也非常的低 那所以局长 我想卫生局长这边 我们也希望说照护人力的 到底我们到底要用名称是什么 我觉得我们高雄 我一直觉得强调不要用照护员这三个字 用照护秘书也好 你用照护专员也好 我觉得一个职业的尊重 是可以把它很证明 很尊重化 那年轻人我们去日本考察 我非常的惊讶 他们照顾老年人的 差不多都是二十五到三十五 那个年纪的年轻人 我觉得非常感动 他们是非常有朝气 而且他们觉得对做这个工作 非常非常的有活力 非常有热忱 那照护员我们未来 不管我们希望他的名称 局长等一下也回答我就是 他的名称 我们高雄市 是不是有一个比较具体的 能够把名字 让卖用照护员 我们用照护秘书也好 照护专业 照护督导也好 在分级之后 之后 我们可以先把它带头 让台湾 我们整个照护系统里面 把它证明 证明的好 年轻人 你听来说照护员 觉得我这个秦菜 都去收护员 没什么专长 他已经觉得这个被矮化 而且没有专业化 我为什么要把这样的一个 花这样的时间 我觉得这是未来 我们长照要上路之后 我觉得有必要 把这样的一个证明 把它名称把它弄好 第二个 未来这些有执照的 不管是照护秘书 照护专员 我们现有的人力 等一下局长也回答一下 因为双轨制 能当社会局 能当卫生局 我们希望能够试试 把它就 未来如果组织合一之后 我们就比较常态性 而且据我的了解 成立一个日照中心 两边去申请 条件也不一样 条件也不一样 这是非常的荒谬 而且让很多要来申请的 无所适从 无所适从 那我先讲人力 所以人力上 我们第一个到底够不够 局长能等一下回答一下 第二个就是说 我们希望在这个证明 第三个就是说 你的对组织变革方面 有没有什么样的看法 希望我们未来的常照中心 我们的做法是怎样 是不是局长可以先来做回答一下 谢谢 局长请答复 谢谢主席 谢谢议员对于长照的关系 因为那个 造务员本身的业务本来是属于社会局的业务 其实我们并没有很肯定它 这是一个不好的一个价值的一个结果 那目前像我们卫生局里面 我们就造管专员 就是长期造务的管理专员 就是专员去做评估的 他就是管理专员的一个名字出来 所以我想在名词上其实 算实际上还是要做 但是说我觉得名词代表一种肯定 也代表一个价值的一个确认 那我想这个部分确实 我个人蛮赞成说应该用用造务员 这个名词其实在 真的在一般我们民间对 真的是有 我觉得不够尊敬 也不够在价值上不够提升 所以局长是不是我们用官方来谈这个名称的定位 我觉得也有必要 所以我今天要在这个总咨询里面 我特别要在这里非常的正式 就是说局长我们能不能把它这样的很具体的证明化 然后把这个名字弄好 我觉得对未来的这些 不管后进的年轻人 这些相关科系来筹入这样长照的一个人力 我觉得有必要 这是一个人力 第二个就是有关那个组织方面 不知道局长再去 那组织部分其实 这几年来 其实社会局跟卫生局 我们一直对整个长照作业 做很多的一些 很多的一些 包括工作的调 调调调或是整合部分 其实做很多努力 那包括整个 甚至于我们也谈到整个长照处的部分 未来可以怎么规划 那其实很多工作其实彼此 已经差不多 但是现在是一个状况是说 要不要成立长照出这件事情 其实还牵涉到 因为目前中央对于 长照这件事情的定调 除了林全院长跟之前的林万一政委 之前有提过说是要以社区照顾为主之外 其他部分 并没有还没有很明确的一些政策方向出来 所以这部分可能还出来 不过像议员讲的 也就是因为之前 多头马车的结果就变成说 从社会局跟卫生局 我们的制造中心就会标准不一样 要两个联姻 要结婚 两个共组一个单位 那我觉得是需要时间 而且我觉得你们两位单位 我觉得有必要 跟地方政府每一个县市都会面临这个问题 那像我知道 私下知道 包括台南、宜蘭 他们其实都已经成立一个长照处了 那我觉得最重要还是 我们到底服务 这些来 我们服务了这些私人的人口的便利性 我们有必要 我们务必要最快的速度 来做这样的一个因应跟变革 所以局长你这边应该要好好的 应该今天有一个答案 就我们未来到底要不要 或者我们等一下请市长来做个回答 那刚刚有讲到就是 长照的 包括你刚刚讲的 已经讲到一个重点 社区的照护 两个单位不同的申请 不同的条件 那大家是不是这样能够去整合 跟我们的行政院来做个反应一下 业者无所适从 然后我们去找学校 听说学校也是違建 他没有建造 所以空的那个教室是没有办法用的 所以我们现在 所有每一区一个社区照护中心 社区照护中心 我们好像才只有九个照护中心而已 所以在整个规模的进度 还有整个要去做这样的一个 成立的社区照护中心 实际上是因为两边的条件不一样 规格不一样 所以现在是兵荒马乱 是不是局长是不是这样 跟委员报告 确实因为中央来的预算 它要补助的部分 是从不同单位来的 虽然都是卫福部 可是它是从 一个是 从 原比要属于 卫生署系统 一个是属于 内容部系统的社务单位 这样子会 它的条件也不一样 那这个其实 过去真的是造成 我们也跟中央做很多的反应说 因为它的所有的这样子一个表现 不一样的情况下 其实包括说我们去寻求有人 来承办的这个部分 导致说有很多的一些困难度存在 那这部分其实 最近真的是有很多的一些反应 那还在努力当中 这个跟委员报告 因为他们告诉我说 所以我都觉得 因为我们现在的困境是 社区照护中心 跟现在是面临这样的一个问题 而且有阻力 而且我们现有的空间环境也不够吧 跟议员报告 其实像今年我们的计划 是要成立十个日照中心 那其实局里面已经接洽好 而且是同意 而且地点找好 甚至于透过我们市府的努力 包括刚刚议员讲的建务的部位 也做了很多的努力 有八个地方其实已经成行 结果最近在先前一个礼拜 两三个礼拜 抱歉两三个礼拜之前 那中央的来一个稳 就让我们八个中心的条件有改变 所以 我 其实在地方执行 因为我们的经费主要是来自于中央补助 所以其实我们在执行 虽然地方我们也找到热心的单位 那我们也规划而且市府也全力支持的 但是过去的政策的一个不够稳定的情况下 使得我们也面临很大的困难 那这部分其实我们也跟中央反应的 因为事实上不是要考虑到在地的一些需求 存在是很重要的 而且呃 这些政策要真的真的落实 那我想这部分 呃 双头马车 让我们呃 无所适从 所以我觉得要尽数来反应这个问题 不管在做社区照顾 这一块的不同 两条不同的法规 不同的设定 不同申请人 不同的规定 所以我觉得这应该要具体 赶快跟中央来做具体的反应 那是有必要的 至于人力上 是不是局长有在人力上的规划 呃 照目前为止呃 在卫生局的部分呃 呃 我们的以照管专员来讲的话 呃 呃 规定是要一个人负责200案 齁 那我们目前的有点过劳齁 那每个人负责将近都400案 齁 没有我的意思是说 现在的照护秘书要照护专员 现在今年度 因为明年就要上路 我们预期明年的大概照顾的人 照顾的人 照顾的人人口 需要带照护的人口 double成长 五岁以上失能 我们就大概预估六点四万人 嗯 那所以我们相对的照护的人 要上路我看都很难 现在的人力 铁定不足 那我们现况的准备的怎么样 我讲的是这一块的人力 对 那个我想 社会局有很多 那个姚局长来做补充好了 请坐 局长请导 呃 呃 谢谢议员的关心哦 我们照顾人力 我们现在 目前已经拿到license的总共有一万多人 那在职的照顾人力是3396 那我们到明年 预计 因为我们的人数扩增到六万多的对象之后 我们预计至少还要再增加一千三百六十位 在线上服务的工作人员 要增加多少 呃 要增加至少一万 一千三百六十位 那但是这个是只有含照顾服务员哦 没有包含督导跟社工 对 也没有包含护理人员 但是因为呃 医员您也很清楚就是 其实我们拿到license之后 他不一定会来上线 所以我们扣掉 不会来上线的这样子一般的比例 我们至少还要再训练将近三千位 差不多两千七百二十位 对所以近年度的进度够不够 我们很努力在 因为我看一下开办的班 虽然我不知道没有掉资料 不过铁定应该是不够 我们现在今年度预计呃 公费班会开十五个单位 然后有二有预计总共会培训八百七十位 那我们另外还有自费班 预计有可以培训一百八十位 那中央为呃劳动部 他也有另外在办理相关的课程 所以我们希望可以达到那数字 所以最起码要开班训练到大概五千个人才够 因为五千个可能他想到一千五 要再上路去做长期照顾的工作 对但是现在就是 敬畏的问题吗 敬畏的问题吗 意愿 环境 因为其实现在的薪水可能诱因不是很高 所以我觉得应该着手赶快把这样的 照顾专员的人力 不管是委托我们的议事团体 还有很多适合去做这样规划的团体 我觉得都应该要刻不容缓 好 请坐 谢谢 所以我们刚刚讲到一些人力啊 还有政策上 我觉得在中央跟地方 其实还没有那么样的融合 特别像居家服务社区服务 我想我们中央在强调社区服务 我觉得两位局长应该要跟中央 或者我们请市长在行政院里面 会议里面去把这样的问题 应该很正视这个问题 那我们当然不管是居家 居家铁定人力是一定不够 那社区式的服务 我想现在刚在启动 所以巧妇然为五米之炊 没人也没做事 所以我想我们在人力的训练方面 我们的班级的人数跟所有要加强 到目前我可能 我觉得都还差一大截 我想要加油一点 那第三个议题 我讲到就是游艇专区 游艇专区对我们地方也好 对我们经济的发展其实是相当的利多 那我们的大林浦地方的民众 因为对这样的一个污染的忍受 实际上他们反应是达到一定的程度 所以我们在102年9月25号 我们把它就是把环品退回来之后 变成二阶环品 我们又重新报边又重新来送 但目前为止我看进度都已经停滞 市长不管是不是这个游艇专区 我们到底要不要执行 终究这一块地 我们怎么样去发挥到经济最大的利益 我觉得是市长要去思考的 那未来大林浦要千春也好 国道七号要不要真的能够执行也好 像国道七号已经又把它弄到变二阶的环品 令人非常的困扰 那还有整个我们的货柜整个港务公司 所有的货柜港务公司的所有的码头 我想这样的一个既然中央跟地方都已经完全执政 我们已经没有理由去回避 我们怎么样去把这样的一个高雄港务 整个高雄港跟我们地方的诉求 还有经济的发展 来做一个整体的去做一个评估 那我想我问两位局长好了 我想先问一下金花局长 如果这块地假设我们在今年九月解约了 你觉得做什么最好 金花局长我想问一下 那个谢主席谢正议员 这个地目前是这样子 就是说它其实是完成那个田海造地 它其实还没有做任何的公共工程 因为没有完成报边 所以它其实是有点点像一个 你如果是一般陆地上就是闲置的农地那种状况 你觉得这些公共工程序员有交换过意见 不过这个要有明确的需求 才能来做这样子的事 就是我们知道说高雄港的12345号 货柜中心 其实货柜都堆在外面的一些农地 或者是一些 不是属于专门来堆置货柜的一些地方 那如果短期之内可以使用 这当然也是其中一个可能可以使用的方向 局长谢谢 我想应该有一些方向的规划 研考会主委好了 研考会主委 我想应该整个市政也相当的了解 如果这一块游艇专区如果stop 我们把这个计划如果终止了 觉得这块地 从哪个角度里面 你的认识是怎样 好主委请说明一下 主委请打步 跟议员报告 这个游艇专区这块地 其实 因为这牵涉到大林埔的问题 所以大林埔的民众这么反对 其实我们现在市府 议员可能也知道 我们正在跟中央沟通 这整个大林埔千村是我们最重要的 其实千村之后 这块地应该重新跟旁边的整块 这个田海道路这个公园区集体来规划 我觉得这个会比 所以主委您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要把千村的疫力同病的考量 是不是这样 对不起 请坐好了 我想我们的这样的一块地的开发 就是不管是游艇专区如果是 我们在今年九月我们顺应民意 然后把一个未来可能不同的经济的利益考量 我们也许可以不一样 那报告是不是大林埔要不要千村 那整个时程是怎样 经费是多少 还有男性计划这边周边的的开发计划 其实这个都一直要持续的进行 周济马的货费中心的二期 男性自由贸易港区 甚至单单如果游艇专区 一旦来说现在环保局这边把 他应该可以让男性计划原来田海地区再往外延伸 我想在经济地域也不错 所以还有包括我之前在小组里面我想跟金花局跟你们做建议的 像所有的货柜装卸的业者 他竟然找不到地 找不到地 完全没有办法去让这些业者 我们可以可能去找像大辽地区 这样的荷花工业区去规划一个很完整的工业地 让这些业者来投资来建设 来发展高雄的经济 可是我们现有的高雄港的规模 我们这些业者是非常非常的头痛 不得不 我们现有不管是都市计划法里面是不是要做一些修正也好 我们像货柜业者 其实是非常非常的 没有办法找到它 合华 又可以让在这周边有达到经济规模 经济竞争力的一个地 只有这堆堆 他们就说就可以了 所以如果 市长我如果这块地真的是没有办法 真的因为把总体的考量是没有办法去做有你专区的开发了 我们也希望市长能够在很多的面向里面 能够既然地方跟中央都完全执政之后 我们把很多的大方向能够让地方民众能够很具体 不用那么焦虑 因为我现在几乎很多的大林埔的居民其实都跟我问说 要选择没有啦 怎样没有啦 我觉得这个问题很多讲了一百遍 也许我们没有办法去很完整的去勾勒出一个地方民众的一个蓝图 我觉得有必要说地方的民众 政府要给这个民众一个怎么样的未来跟希望 或者我们希望大家一起共体时间现况是怎样 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用那个游艇专区的政策里面 是一个提供给我们一个镜子 让我们可以完整说到底这块地如果要不做要不做 我们希望能够把一个很大方向的让地方民众知道 像我了解的像国道七号七号的一个路线 进入二阶环品 我们地方民众还有组织一个阻止 国道七号七号道路的一个抗争的一个团体 这样很多师类跟地方地方跟中央 地方跟政府的一个对立来讲 这个有多的公共政策 我都觉得有必要来做这样跟地方民众的沟通 让我们未来高雄港高雄市的经济发展能够大明大放 我觉得这一块里面 我想市长会面临这样的一个大的问题 我们也希望中央政府能够正视这个问题 我觉得中央政府你要有一个魄力来解决地方这样的一个问题 因为钱的问题土地的问题 还有你没有你暧昧不明的态度 还有你没有办法去很果决的来告诉地方政府 来跟地方政府协商 我们变成被动的只是接受让地方民众大家去吐槽 或者只是一个出气筒而已 所以我觉得市长这边这一块地 不管是未来的归向怎么样 既然中央地方完全执政了 我特别要在这里让市长跟市长报告说 我们那地方地方民众知道说 我们政府希望带进这个地方的未来是什么 政策是什么 我们不妨让小英总统行政院长林全 让他知道说我们多么焦虑这个地方的需求 或者一届过了我觉得可怕没有那么容易 因为规划需要时间 建设需要时间 一放八年搞不好就过了 我们又让地方民众失望了 所以我想剩下这不到三分钟的时间 我也请市长来做这几个议题 来做一些回答 谢谢市长 市长请答案 谢谢 首先非常谢谢主席跟郑光宏正一言 游艇产业园区的开发 确实是受到阻力 不过大林浦的乡亲 环境的正义 居住的正义 我们必须去证实这个问题 那如果今天我们整个游艇专区 包括在大林浦周遭很多的开发 没有去证实这个问题 必然大林浦的乡亲不能接受 那我想我们不管是研考会做过一些民调 那不管是我们跟大林浦相亲 不团社团的接触 他们都是强烈的表达 确实在那个地方 现阶段整个空气污染 四周都是重工业 不适合人居住 所以我想我们大概在这个问题上 跟新的政府的团队 我们有充分表达高雄市政府的意见 我们希望整个经济部要西地机关很快的明确化 很快让大林浦的乡亲 这是用一个怎么样的方式 把这个千村的问题做合理的一个说明 确定 这样的话 我们有很多未来的很多 包括国道7号等等 这才有可能接下来很多的进行 所以我想我们对大林浦相亲的意见 是非常的重视 那我们必然也会把他们的问题 透过我们高雄市级的立法委员等等 跟经济部直接的沟通 我们这个阶段都在接触中 我们希望未来是给大林浦的乡亲 是一个比较符合他们所期待 至少在一个居住公平正义的部分 我觉得新的政府应该在这个部分 能够充分来展示 那刚刚我们也听到 我们正义演非常关心高雄市的自行车道 高雄市当然我们不是骄傲说 高雄市我们现在的自行车道 到多少多少公里 那我也要求我们的市府的团队 怎么样子让高雄市的自行车道 要优质化 这个部分 那正义演特别提到 希望我们所有的自行车道 有一些要一次到位 我也希望我们的维护 是要非常确实的维护 让任何人到高雄 对我们的自行车道 有印象非常深刻 同时认为这是全台湾 非常适合美丽的自行车道 我们用会用这样来勉励自己 自己长照的人力等等 到底是我们要怎么样子来称呼 长照的这些照护员 照护士 那因为我们过去称富士 我们真为这样 对他们不够尊重 现在是富理师 那用什么样的一个适切的名称 我想只要对于愿意照顾 台湾需要长期照顾的这些人 这些愿意从事这样的工作的人 基于他们专业的尊严 我们都是非常同意 在什么样子名称上 适切的一个尊称 我想我们都会非常支持 那我想现在中央 到底在长照的政策上 是要用保险 或者是要用税收等等 他们应该会很快有一些明确的态度 那高雄市政府 不管我们的卫生局社会局 我想我们都已经做了很多好的准备 不管是居家照顾 社区照顾 或者是在机构的照顾等等 那我会觉得让高雄市的老人 前台湾的长辈 有一个尊严的老年的生活 我是认为这是新政府 跟我们作为地方政府 我们的共同责任 谢谢甄严对我们的支持 谢谢 好 知情完毕 休息十分钟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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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